昨天社交媒体推特上疯传一张照片 一名女子声称 她的弟弟在彭亨关丹的空军训练营中 面对身心霸凌 并贴上了一张霸凌她弟弟的军人照片 目前皇家空军已经进入调查 国防部长纳多斯里莫哈莫哈山表示 受害者的父亲已经报案 警方将会根据投报展开调查 我们确认识的状况 莫哈莫哈山表示 警方已经到关丹的空军试炼营调查取证 皇家空军也给予充分配合 如果确认有人违反纪律和标准作业程序 他们将会采取对付行动 皇家空军